中三军中,陆军实力最强 据全球最权威的军事刊物之一 检视防武周刊 2014年经历报告显示 印度陆军排名世界第四 仅在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之后 因此,在阅兵式上 印度陆军列为首批出场 反思着强大的呼吟声 D-90S主战坦克出现在国王大道上 看了庞大的阵区 和令人深入的125毫米口径的火炮 曾是苏联帝国的象征 不过有趣的是 在涂装着金光闪闪的D-90S坦克的一侧 写着印度制造的字 印度虽然它奉行的 独立以后奉行的一个基本的外交政策 是一个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但是到了1971年的时候 它决定和俄罗斯签订一个 印疏友好合作条约 实际它已经处于一个半结盟状态 成为苏联的当时的一个 应当说是标准的盟友 印度和苏联之间结成了一个 比较友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这种友好的合作的半能友的关系 使得苏联后来就成为 印度的主要的武器供应者 以及经济的援助方 印度陆军装甲部队一直由俄制坦克 根据2001年2月达成的T-90S技术转让协议 俄罗斯向印度提供T-90S坦克 之后印度又向俄方购买了350辆T-90S主战坦克 根据协议 印度可自行生产1000辆T-90S 由于技术成熟 T-90S主战坦克在印度陆军中已成为中坚力量 追随T-90S坦克出场的 是它的亲密伙伴 EMP-2步兵战车 不过 它也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在阿富汗战争中 EMP-2步兵战车大放异彩 其机动性 越野能力和防护能力 足以于T-90S 这让印度陆军下决心够晚航 20世纪80年代至今 印度陆军共引进和生产了2300辆EMP-2步兵战车 可见对其反偏暗 国王大道上 来自俄罗斯的武器远远不止这些 作为印度陆军作战的主力 T-72坦克可是阅兵市场的长客 印度陆军共装备有4000辆坦克 其中仅T-72就超过1600辆 那么印度大量的向俄罗斯采购武器 采购武器的原因 就是俄罗斯的武器质量比较好 价格比较公道 第一 英国 法国 美国的武器价格比较便宜 俄罗斯提供的790坦克 它的作价不超过250万美元 那么美国比较先进的3.5万坦克 它的价格也就是500万到600万 2007年1日26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被邀请参加共和国日阅兵 这是给予朋友的特殊荣誉 就在普京访问的同一天 俄罗斯宣布与印度一同开发第五代战斗机和多用服役出席 普京还向印度总理辛格表示 俄罗斯愿意与印度分享任何尖端的搏捧起数 在普京的领导下 俄罗斯的经济得到了相当的恢复 那么这个恢复其中也有一个标志是什么 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工业 作为它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最强大的有利的产品 得到了政府的权利的支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俄罗斯也就逐渐的越来越重视印度 今天就是说在印度军队里面的武器装备 大概有70%到75%的进口的武器系统是来自于俄罗斯 印度和俄罗斯的这种关系在武器销售和购买 以及技术出口这方面 实际上到了普京时代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